你度众生 不外乎一定要有智慧跟慈悲 如果说再说 还要上巧 有的他是把这个善巧 把他汇入智慧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有那种善巧方便的能力 如果说勉强把他开展 智慧 慈悲 善巧 有慈悲的人没有智慧 也是度不了众生 有可能你还会害了众生 你们相信不相信 你看做母亲的不是 对子女不是最慈悲的吗 可是很多的子女 都被父母的溺爱中 害了他们 对不对 我在好像入行论里面 还不是入行论 这个开示里面 就讲了一则故事 他说有两只猴子 在那个西边的树上玩 结果一只掉到水里面去了 他在那里一直挣扎 一直挣扎 好不容易就挣扎上岸 结果他回头一看 好可怜 原来河流里面那么多的鱼也是钓到河流里面 他们好可怜 他就赶快叫那个树上的猴子说 你赶快下来 赶快下来 我们两个卖力地把这个河里面的这一些鱼 把他们救上岸 然后两只猴子就赶快在那里 平面地一直把那些鱼把它捞上岸来 捞完了以后 两个好高兴 拍拍手 就遥遥白白地离开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有慈悲啊 但是没有智慧 对不对 他不知道众生所爱的不同 这个就是有智慧 有慈悲而没有智慧 那么菩萨一定要有慈悲跟有智慧 慈悲是要培养的 智慧要随喜的 打开了 永远 打开了 多谢